HELLO 大家好,我是HELLO 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麼今天我們要用更速刷的解法 來通關這個李昂的夢魘集 事情是這樣的,在昨天我發布了林黛玉的通關影片 底下就有個觀眾留言提到說 這個關卡其中第六關可以直接開林黛玉 把對面給吸死不用轉九康 這邊我們再回去看一下林黛玉他主動技能發現 他的主動技能第二點這邊就有提到 可以給敵方有個寄生狀態 變成這個寄生狀態會根據敵人的防禦力造成無屬性傷害 剛好第六關的設計就可以用這個寄生把敵人給直接吸死 甚至你完全也是不用轉九康也不用管紅綠燈喔 由於這個發現所以我們今天的劇本會更加的速刷 四分鐘就可以通關這個夢魘集了 接下來我們就為大家帶來林黛玉速刷的一個攻略 這邊請用林黛玉來進行速刷 第二個位置建議帶哈帕斯 主要是可以幫身旁的魔族去做增傷 帶著潘金蓮就可以有天降星珠的功能 最後我們可以帶上孟江女 那孟江女的話可以更換成水晴皇 只要他能夠轉出星珠的固版就行了 最終我們帶上無視十字盾的三星時光牌會比較速刷 那龍刻的部分只有哈帕斯要帶減CD的龍刻 那麼甲寶玉的話帶增傷高龍刻就行了 剩下也都是帶增傷高龍刻就行了 儘管給大家做一個同在上面的講解 來到第一關 我們直接拉隊長角色珠並且隨便消一康 不要走紅綠燈 第二回合我們開隊長技能走紅綠燈 接著我們進入到了第二關 這邊我們拉隊長角色珠隨便消一康 第二關 第二回合 第二回合 拉隊長角色珠手消整版 第三回合 哈帕斯跟賈寶玉都跳了 我們就開哈帕斯加賈寶玉 並且拉隊長角色珠手消兩組的新十字 那如果這邊一回合沒帶走的話 你可以透過拉隊長的角色珠持續再洗技能 那技能輪轉是挺快的 那來到第三關 這邊我們拉隊長的角色珠手消整版 然後第四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我們開潘金人一技能 點他自己的職行 直到二技能變成南田為止 那我們就開二技能 再拉隊長的角色珠 再來我們可以開賈寶玉 拉隊長角色珠手消整版 那如果說你有賈寶玉的話 然後第六關 這邊我們可以拉隊長角色珠手消整版 那如果說你有賈寶玉的話 基本上你的潘金蓮 跟著你的靈黛玉 羈絆就會四五四公錢了 然後第六關 這邊是最特別的用法 我們可以直接開靈黛玉 然後用流光珠起手 隨便消一COMBO 然後把流光珠塞到隊長的身上 那靈黛玉的總技能可以把這個盾牌給吸掉 非常的神奇 然後接下來我們開賈寶玉 拉隊長角色珠手消整版 這邊不用轉十隻盾 接著來到七隻二 這邊我們開副隊長 拉隊長角色珠帶走 來到了第八關 這邊我們再拉隊長的角色珠手消整版 帶走的 現在進入到了第九關 我們開隊長的性能 拉隊長角色珠手消整版 帶走的 現在進入到了第九關 這邊我們就來到了王關的第一條血條 這邊我們持續拉隊長的角色珠 這邊我們持續拉隊長的角色珠 直到敵人的身上變成80%為止 再拉一回合 這邊先開隊長的技能 再開這個點目之行 然後拉隊長的角色珠 這邊就有機會可以帶有敵人 他沒有帶走的話就繼續 再拉隊長的角色珠再帶走 這邊我們開甲寶玉 拉隊長角色珠手消整版帶走 最後王關的第三條血條 可以參照右上角的轉出方式 這邊我們開孟江女 拉哈帕斯的角色珠 然後手轉 這邊我轉到右上角的那個 呈現的版面就可以過了 那以上就是林黛玉的一個速刷攻略 那這隊大概是四分鐘左右可以 速刷一場 提供給各位 再見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